第一次看到真人在我面前 Close Pay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 是挺震撼的 來 我不是想要就在走 手動告白 好 自動告白的朋友 手動告白 所以我現在這樣 還這樣 我愛你 我覺得有你在採美 沒有… 沒了… 你今天是吃糖了 你在 就不用吃糖了 喔…不停地來 好 好 好 一起來看看 比較食肚女生歡心的Alpha 帶著泱泱做甚麼 原來是這幾年台灣好紅的 預約制小班廚藝教室 課程有甜色和鹹色 可以根據喜好做選擇 Alpha就安排了 最受女生歡迎的曲奇DIY了 亦因為曉辦制 老師可以細心地教導 不過看起來 這兩個人想多獨處 有老師重要還是有另一半 一起做餅乾重要 當然另一半重要 對吧 那就是… 你老師是… 你去哪裡學都有老師 你另一半不是去哪裡都 你這個另一半一起玩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老師是會令整個攀任的過程 更加… 完整 你起碼不會… 你給了一筆錢 最後是… 拿了一塊不吃得的東西回家 那樣 但是… 跟另一半玩就… 其實基本上 你全程都是跟另一半的嘛 那當然另一半最重要 你如果覺得手真的很傷 就可以求救一下 我繼續聊 不要管老師 那你說過我最喜歡的女生 男生的話 我最喜歡的禮物 對 手作的卡片吧 手作的卡片 就是很用心的那種 對 酸得也會耶 可是比較多是女生送給男生 所以我才說這樣很感動 對… 難怪 不會覺得這樣 無數到也覺得很感動 你也有做過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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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痠了 手痠了齁 我來嗎 我真的算是可以了 你可以慢慢看這個 就是… 手感應該會比較沒有那麼… 哇 很沉對不對 慢慢看 沒有啊 很輕鬆啦 真的嗎 對啊 不要拍到我手在抖喔 我覺得做曲奇還滿適合 就是親女 親一個人 真的 男生就是負責要出力 女生在旁邊監督 對 我錯話了 來… 吸一下… 謝謝 好 咬一半就可以了 好 怎麼樣 有水嗎 不是有水嗎 可以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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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還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什麼 喔 我就是做那個 知名娛樂平台的直播主 比我還紅耶 真的嗎 你是哪一個的娛樂平台 這是什麼 台灣的成人平台 喔 喔 喔 知道嗎 我可以裝不知道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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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知道的 是知道的 台灣的很出名耶 真的嗎 喔 我 那 好好 我當下是想說 呃 他到底是知道 還是不知道 就是我還是不太知道 他到底是不知道 但是 我當然也是會蠻在意他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女朋友 是直播主 對 畢竟雖然這個行業 已經是雖然很平常的 但是 如果一個女朋友 要在大眾面前 這樣子 高曝光的話 我覺得 還是要看她自己本身 能不能接受 我知道她的職業那一下 是 呃 因為 第一是香港沒有這個職業 香港找不到 而且 亦都是第一個 我認識的朋友 是做這個職業的 我那一刻是 呆了 那一刻 其實是 很尷尬 因為我是不知道 我說什麼 會 可能傷害得到他 所以我就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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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我 是 就是 我覺得這樣跟他相處下來 就是大家做完曲奇之後 還有 了解了大家更多 那種感覺真的不同 是玩得開心很多 其實 其實 你說職業 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 你都是認識朋友 人家上班 都是這樣 就好像我自己上班 那樣 人家有可能都會介意我 但是 不要緊 不介意的就做朋友 行仔大潑禮的 是北部最Hit的 復古美食燦車基地 因為場地夠大 又有燦車的常態據點 還有很大片的綠地 免費開放給遊客共享 吸引了很多喜歡拍照 或者騎重機的人來 剛好 行仔約會這天 現場還有活動 哇 真的很熱鬧 當然 來到這裡 當然要吃東西 果然 台灣女生聊天 都是喜歡問問 你是甚麼星座 行仔 你認識嗎 其實一直說星座 是尷尬的 我看她一直不斷跟我說 她是甚麼星座 這一下 就確實難搞 我們待會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說其他話 現在走吧 好 來了唷 哇 看 樣子像是蠻好看的其實 哇 感覺很好吃 吃飯了 開心 好 謝謝 女孩姐 就喜歡弄那個美雜嗎 對啊 我自己貼的 這個 好 我覺得挺好的 你真的是雙魚座 很怪 有嗎 就是我覺得這個 很可愛 就是一般人不會這樣覺得 你覺得有像嗎 我覺得蠻厲害 而且這個陰影 很用心 對 還有這些白色的東西 也做出來了 對 還有她跟我們做了這個 花襯衫 對 我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個花襯衫可以不用 因為沒差 我覺得沒差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 藝術的感覺 對 我們不懂藝術 也對 但是我也是藝術家 真的 你是怎樣的藝術家 我是生活藝術家 有 我又沉浸在我的生活裡面 感覺蠻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看一下 你覺得是兩個人嗎 你覺得是兩個人嗎 學生也算有認真做功課 找了一間在桃園龍潭乳菇山上面 最漂亮的陽光玻璃屋景觀餐廳 最熱門的時段 就是要太陽就下山的時候 可以見到不一樣的感覺 果然是人氣景點 真是好多人 既然預約了這麼漂亮的位置 當然要好好享受一頓 我光了心裡 真的嗎 就光了心裡 是真的 沒有 我覺得 那今天跟我約怎麼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不是朋友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做個朋友 沒了沒了我很怕 其實我蠻怕女孩子穿的很少 那我今天會穿的很少 所以你很怕 我怕 你會很緊張還是怎麼樣 有緊張啦 會有壓力的 因為她們穿很小的時候 你就不想去看到她 那你以後忍不住要看嗎 沒有 我就不看 直接就 你說什麼 最喜歡的部分 這個地方 很難選 這裡沒什麼缺點 其實我最喜歡在外面 因為外面的風吹過來 感覺很舒服 但是就 太大風我怕頭痛 而且我怕女孩子頭痛 所以我就 不想出去 如果有機會 下次再來 我就會出去 感受一下涼風 還有看風景 還有這裡有一點 另外意想不到 就是沒有想到整個氣氛 就是人流 各樣東西都是很帶動的氣氛 還有 日落黃昏的時候 還有晚上的時候 那個風格又不一樣 也是驚喜的 我覺得 所以 這個點 現在吸棒 光顫 提到台北的夜景約會勝地 當然不能坐過貌控散上面 這間超人氣的餐廳 室外的座位 就可以看到大台北的夜景 室內除了有很可愛的電貓 還有特選的文藏商品 Alpha剛剛好像還選了一個禮物 這裡有咸的、甜的都有 很多人還為了它的淺層批而來 看來Alpha叫對食物了 試一下 有沒有覺得我餵得好 比起今天早上 你之前呢 就是男生給你最浪漫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突然在我房間 放了一束花 但是我不知道的 然後那天剛好又是情人節 那你也有送過嗎 花有嗎 有 可是我送的都是 花人花很久的 那一久 永生花是不是 對 我也喜歡 對 我家超多 太多人生了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要留一個位置給我 看看這邊 是不是很美啊 超美的 這就是夜景 台灣的夜景就是跟香港的不一樣 香港也有這樣的夜景 香港的它很多高樓大廈 它看起來就沒有這麼的遠 它看不到這麼遠 沒有這麼燈 這麼多燈 這麼舒服 你覺得很美嗎 嗯 我覺得 由你在才美 哦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了沒了 你今天 你今天是吃糖了 你在 就不用吃糖 哦 不停的來 哈哈 那如果男生在這種情況下跟你告白 可以嗎 我覺得 成功率比較高嗎 成功率很高吧 很高 哦 哦 你會答應跟男生出來看夜景 那 一定是覺得他有好感的 哦 對 就我有好感哦 哦 也是不錯 我都只是跟喜歡的女生看夜景 其實我有準備一個禮物給你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看一下 沒有 覺得很可愛 雖然他沒有貓咪 沒有啦 這個就是像不像是我們 然後 因為我們今天的行程比較有限嘛 嗯 沒有太多的時間 那我希望呢 就是 在未來可以 有機會 一起做這些東西 對不對 怎樣會想 嗯 是因為我覺得今天整天下來 就是 我們大家做曲奇也好啊 或者 去玩很多不同的東西都好 我覺得 需要有一份禮物呢 給女生帶回家 那這個才是一個成功的藥物 為什麼會想死 因為今天一路以來 都 好像 我覺得時間好像不太夠 我會想跟他去做更多的東西 體驗更多的東西 所以就選了那一本 然後那一本呢 就有一點像是 我們將來可以 如果我們再出去吧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一起玩 我還滿喜歡今天的行程 我最喜歡的是夜景 因為我覺得 呃 女生都會想要跟喜歡的男生看夜景 那你就會覺得很幸福 跟很浪漫 我覺得最成功的行程 是 做曲奇 雖然我覺得 泱泱可能會覺得 去玩貓是最成功的 但我覺得我們真的去到 溝通得到 很容易相處的位 是 做曲奇的位 其實 如果你 用約會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自己也是推薦 做曲奇 是 因為他們真的 因為有時候你兩個人 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你做曲奇 就一定會有些事情在做 還有有時候你不知道說什麼 都可以 喂,老師過來吧 這個怎麼做 就想一下 你先想一下說什麼好 Alfa那邊充滿粉紅泡泡 行仔你選的約會景點 當然不會輸 這間餘約製的咖啡店 看起來真的不錯 有兩層樓的大空間 採光很好 清水膜的裝修很有風格 還可以看到海景 是現在超人氣的約會勝地 重點 是連Pujang喜歡的貓也有 雖然行仔對貓過敏 不過也算你有點誠意 你應該是菇蘭尼 它是菇蘭尼 吃了,你要加冰淇淋 好吃耶 很好吃 很好吃 跟朋友、男朋友出去的話 你覺得是吃東西比較好 還是去換街比較好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逛街的話 就不要讓我肚子餓了 前提是不能餓肚子 這個甜的好餓 酸酸甜甜的 像人生一樣 知道嗎 知道 有些時候你會心酸 沒關係 等下去 待會你就會感受到它的甜 甜地那個甜 當你有很多甜地的時候 你就會很甜 發財了嗎 對嗎 是不是 有錢會使你快樂嗎 很多 等於 但快樂會有很多種因素 吃到好吃的東西 那麼簡單 其實蠻好的 對 聽你講更好還蠻開心的 對嗎 其實這不是必殺技 純粹是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又不想讓話題結束 那我就想想說 就是這樣 還有我想問的東西 都是一些我想知道的東西 就是它對人 自己繼續生存下去 有什麼看法 那些 聽說前陣子 有男孩帶你去看海 你覺得我這個海比較美嗎 你的海比較厲害 還是你看著我才這樣說 這個地方最開心 是可以看到海的浪 白色浪, 很漂亮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食物 我覺得 富士蘭的朱古力薯米 是比較好吃的 我喜歡這個薯米 很好吃 可以再墊那個薯米 若會想要經濟實威 可以參考一下衡制這個行程 在台北大道晴雲道 這間就是很方便的 人數不多 就可以包船游覽這個淡水河 而且這間有不同的女神船型 可以選擇 眉色快艇船艙裡 還有客廳 很適合情侶 或者三五好友 一起出海開拍 如果想出來吹吹海風 還可以試試自駕遊艇 推薦下午 接近傍晚的時候去玩 還可以看到這樣的美景 我準備了 真心畫大鬧險 要來跟你玩 果然是勇敢的女神 想不到吧 想不到 意不意外 意外 驚喜 驚喜 還沒啦 男神女神配 跟隔壁的人上演一出壁咚告白 隔壁的人 隔壁的人 是不是你啊 你這個遊戲本來是 設計給多少人一起玩的 就我喜歡的男神 我就拿出來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逼洞是什麼意思 就是牆壁 然後你就這樣子 很可惜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邊沒有牆壁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你假裝呢 我給你一個那個 東船 一個手動 你知道什麼是手動嗎 這是一個按下去的概念 那我就先 那我就這樣搖著你 這樣 那我就動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動你自己嗎 我動你 就是你 手動告白 好 自動告白的朋友 手動告白 手動告白 對 好 所以我現在這樣 還這樣 我愛你 好 好 別那麼尷尬 直接拒絕嗎 好 你好像會打 你好像… 好了 你都帶我來 好 這裡 特別一點 找些… 做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 就是… 還有… 沒什麼怎樣玩過 坐船的活動 那大家就可以試一下… 就是… 約人去坐船 就是好像說 很多求婚啊 什麼紀念啊 都會去… 坐船啊 那樣 我好朋友 我帶他來 坐船 一樣可以 特別一點 不是在一個陸地的室內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船上面 在海上面 然後感受著那些海風 然後玩遊戲啊 聊天啊 咦 真的… 分不出哪一個… 特別突出的 總之就是整件事 就是… 比較好 我覺得… 他想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需要… 給他一個讚 但我覺得他下次要了解自己的遊戲 做什麼 就是… 好像我還要幫他想他的遊戲 是玩什麼 做什麼 手動啊 自動啊 真的… 就是了 如果真的… 講掌部發展 其實我都會選擇 像泱泱那樣的人 我選阿發 會想要有進一步認識 如果對比來說 可能會是選擇這個… 潑雜 因為… 溝通度很重要 就是跟泱泱的話 其實泱泱也算是溝通度 但是可能潑雜 她的人 聊得近一點 應該是… 阿發吧 我覺得我們會比較合得來 然後景情就是那種 很好笑的朋友 這樣子 對